二的妈 你说 咱们和丽家的合作 丽家和我们下家 多少代的纠葛 你不知道啊 我知道 但是丽家这次开的假 那可是 李庆 当初你用那种 下三乱的手段 让我跟你结婚 你这人为了向上爬 怎么什么都能做出来啊 爸 你这是要干什么 夫人 你怎么了 话就一时没看住 你妈就 李总 大小姐交给我 你让我好下走 走啊大小姐 大小姐 大小姐 郑律师 我问你 我爸为什么会那样 大小姐你冷静一点 你现在这样 是没办法弄清真相的 陈律师 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就要去讨个说法 大小姐 老李 又 怎么把他给做了 那可 我还指望他们下家 帮我上市 爸 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 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 我 我一时没看住 你妈就从沙发上 爸 你这当我是瞎的吗 想要解释 这么多年 你妈是怎么欺压我的 你都看在眼里边 想要什么解释 就为了你那点 可笑的 男人的尊严 你就这么对我吧 可笑的 男人是 尊严 我是怎么一步步 从农村走过来的 忍了这么久 为的就是这点尊严 你既然想要一个解释 你找你妈要吧 别走 尤严再怎么说 也是你亲生女儿呀 尤严 如果你说服你外公 可以公司主资 今天的事 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 你休想 别谈董事会 我看你怎么跟各位鼓动交代 小陈 你家里的事 警员下家里的身体状况 现在有我暂时坚韧监理一职 谁赞成 谁反对 没有下家里本人的授权 你怕是坐不上这个位置吧 就是 怎么着也得有下家里的授权呀 对 爸 妈可没说过 让你来做主 悠然 我知道你妈出事 你很难过 但 但这个地方你不该来 夏董在失去意识之前 写规分代理书 宣布将自己所有的股份 转移到李总名下 你为什么这么做 金钱和权力比起良心来 更能让人生存下去 真正的强者 是不会有金钱和权力压榨别人的 大家且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你想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现在 谁赞成 谁反对 陈律师 你什么意思 大小姐 你是斗不过李总的 早在三个月前 李总就已经把夏总夹空了 她毕竟是我爸 她怎么下得去手呢 大小姐 可能夏总没跟你提起过 李总是靠迷药才 什么 当年你太奶奶去世的时候 你妈还没跟李总在一起 李总她哭得是 惊天地一气鬼神 她这一哭 把你外公的心都哭软了 不光如此 夏总当年是李总的领导 李总在公司楼下 求着夏总跟她在一起 这事也没人和你提起过吧 我真没想到 我爸竟然 我从刚入行就跟着夏总 夏总待我不保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她今天在公司 你为什么要出示那份文件 你明明 李总早就走通了 李家的路子 要是应来 我们是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如果你想复仇 就必须得听我的 我要怎么做 大小姐 得罪了 李总 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行事 所有的事情 都与安排妥当 小陈啊 李总您说 上次你说 找一个和悠然一模一样的女孩 需要多久 李总 您的意思难道是 一个月 我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把悠然处理掉 做得干净点 好好帮帮陈律师 李总 我亲眼看见 陈律师用麻绳 拖着小姐 去了阳台 直接丢了下去 我全程都录下来了 把视频备份的 十个油盘里 叫到我这儿 好的 李总 大小姐 大小姐 你醒了 你给我打什么 你要干什么 大小姐 大小姐 我给你打的是假死的药 假死 假死药 怎么对付我爸 大小姐 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晕到之后 李总派的杀手就到了 李总原本计划 把你丢到湖里 一老永一 是我爸 你就别再讲什么傅女之情 她什么时候对你手下留情过 你外婆 她对你妈的事情 别着急 心房闭门 你去睡 什么 妈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妈 小李啊 这日她妈走得也突然 你也别太伤心了 爸 你放心 我妈虽然走了 以后 我会好好照顾你和陈陈的 陈陈嫁给你 这是她的福气 笑诚呢 笑诚 笑诚 你看 你妈也走了 笑诚 当年是怎么让我跪到你家门口 笑诚 当年是怎么嫌弃我这个穷小子的 笑诚 你呀 我得好好地活着 笑诚 平平安安的 好好看着 我是怎么搞垮你们夏世家族 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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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儿已经被我做掉了 你猜下一个人会是谁呢 说吧 大小姐 大小姐 陈大律师 你觉得 我还有得选吗 我可以让你远离这座城市 甚至送你出国 你没必要淌这趟浑水 不 我没得选 我妈还在他们手里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保护好我的家人 我只有他们 大小姐 你卷负了这条路 你就没办法回头了 小陈 小陈 立家要的江南那两块地 好过去没有 李总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立家大少爷对您的安排呢 非常的满意 最近还想约您一起吃个饭呢 立家 是不是有个吃傻的小儿子 对啊 李总 您的意思是 我让你找的人找到没有 李总 李总 这个 太香了 简直跟忧然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陈律师 您说过 会给俺父亲负担医药费 是真的吗 我们李氏集团不仅会负责你父亲的医药费 而且每个月还会额外给你十万 俺不卖身 不会让你卖身 但需要你答应我先暗示 只要不让俺卖身 俺干什么都行 自我介绍一下小姑娘 俺叫秦怀儒 俺来自农村 俺也没啥文化 李总 您说一个月十万 只要你答应我这一个小小的要求 待遇可比这丰厚的多 李总 您说 伴我女儿 嫁到丽家 啊 这怎么能行的 俺不行 真的不行 年轻人啊 做好选择很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 缺什么 都不能缺钱 就好像 如果没有一家医院 愿意收留你的父亲 没有一家公司 会用你 你觉得 你觉得 会怎么样 李总 您只管吩咐 俺什么都愿意干 傻孩子 你这是做什么 叔叔可没有强迫你的意思 只不过这件事 还要委屈你一下 小陈啊 大怀如去献下 厉少爷 对了 把这个质处理一下 好的 李总 华柔小姐 请吧 陈大律师 真是稀客呀 今日到访 有何贵干 大少爷 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 听说老爷子 要给您弟弟 找老婆 怎么 这事你们李家 也有兴趣 能和李家 派上亲戚 我们李家 求之不得 你们家那个大小姐 可是出了名的 才貌双全啊 能看得上我 那个痴呆弟弟 大少爷 这 就是我们李家 要拿出来的诚意 好啊 大小姐 进来吧 真不知道 你们李总怎么想的 这么好的女儿 干嘛要嫁给我 那个废物弟弟 李大少爷 反正嫁过去了 就是你们李家的人了 二少爷 精神有些问题 到时候还不是 陈律师 我弟弟怎么样 还轮不到你来 说三道四吧 那是 那是自然 李大少爷 会照顾好你弟弟的 保姆的活 可用不着你来干 你来这里 是当我弟妹的 大少爷 您觉得满意吗 我好回去 跟李总回复 满意 当然满意了 咱们两家的婚事 就包在我身上了 要不我们俩 要不我们俩先回去 回去等您消息 初次见面 也没给弟妹准备什么礼物 这另一只耳环 就等你来了立家 亲自找我要 好了 两位 慢走不送 那我就先回去了 李少爷再见 小晨啊 看你这么说 立大少爷也喜欢悠然 是的 李总 没关系 只要悠然嫁过去 看他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随他们立家折腾 对了 悠然 你还记得七岁那年 我和你妈带你去北山 放孔明灯吗 年纪到了 就突然爱自言自语 小晨啊 你先带悠然去休息 大小姐 今天可吓死我了 我差点以为 你就接李总的话了 今天之前的路 你已经为我铺好了 今天之后 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要无条件配合我 你想认也得认 不想认 也得认 漂亮的大姐姐 姐姐 你和那个 上次来的那个 叔叔 长得好像啊 你说的那个叔叔 是不是瘦手高高 还留着胡子的呀 对 那个叔叔跟我哥说 一定会把那个 那个 那个姓夏的阿姨 给搞定的 那 还有说 还说 只要把夏家搞垮 夏家所有资产 都是我们的 他说的这些 你都知道了 大小姐 大小姐 这些 我都知道 现在你手上的证据 有多少 李总每次做事的时候 都有身边人 对我进行搜索 每一份合同 他都要亲自过目 现在一定要找到 他的实际证据 对吗 看来李小姐来我们 丽家 是不情不愿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丽大少爷 你听安静 不是 那就是你知道了 什么别的事情 大少爷 是这样的 他 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滚出去 是 李小姐 难道 你不应该好好 跟我解释一下 我说过 等你来了李家 另一只耳锥 当面送给你 哥哥好棒 姐姐都逃不掉了呢 真是个傻子 要不 你跟了我也行 那份假合同 要交给你的女儿吗 对 一定要把风调替好 好 哥 你看 哥 哥 你看 服输 把二少爷裤子给换了 真晦气 哥 大少爷 那我们先走了 慢着 大少爷 你还有什么吩咐 把这份合同 带给你们离走 大少爷再见 悠然小姐 我们还会再见的 合同给我 大小姐 这合同贴上封条呢 不冒这个险 什么时候才能扳倒我爸 不冒这个险 什么时候才能扳倒我爸 小陈啊 丽大少爷给我的合同 在哪 丽总 我给您带过来了 这合同你有打开过啊 是的 丽总 我打开检查了一下 丽少爷给我的合同 你有什么好检查的 是的 丽总 下次再也不干了 小琴啊 在这待着还适应吗 挺适应的 别跟我装了 说 你为什么要看丽总 给我的合同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丽总 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对她有什么不坏意 你也冲着我来 你千万别动我爸爸了 救救你 救你 哎呀傻孩子 来来来 叔叔误会你了 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 给我查清楚秦怀如的全部资料 我总感觉她有点不对劲 对了 还有陈律师 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最近陈律师和她走得很近 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小陈啊 明天下午你和小琴 两个人一起过来一趟 嗯 李总 小陈啊 今天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小琴的父母 李总 这种小事就不麻烦您正门跑一趟了 没事 正好也许嘱咐他们 让他们都注意点 如果说错话 问题可是很严重 李五我都准备好了 那咱们现在出发吧 哎 李总 那我先给他们打个电话 见到小琴父母前 谁都不许打电话 见到小琴父母前 谁都不许打电话 小琴啊 你爸住在哪个房间 啊 在 闺女 你咋来了 爸 爸 我现在在李总家做保姆 李总说来看看您 哎呦 我的娘哎 这就是大山人的李总啊 老哥哥 这医药费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 我会负责的啊 小琴啊 这么久没有见你爸妈 好好领认一下感情 我就不打扰了 你说咱们在这儿 悠然会发现吗 发现怎么 发现就当着她的面 这样 不是更刺激 你坏死了 她才是你女朋友 你这么做 对得起她吗 那你不还是她闺蜜吗 你这样做就对得起她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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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然 悠然 你听我解释 是她 是她 这是怎么了 悠然 你 大小姐头受伤的 记忆出现了问题 悠然 你受伤了 没事吧 啊 啊 啊 悠然 姐姐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退出的 悠然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小冬她 是你男朋友呀 啊 我以为你们两个才是一对 都是我的不好 我这就走 小冬 叔叔 悠然这些怎么了 悠然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这个你们就不要太过 小冬 宋小姐回去休息 来小冬 我们回去吧 小冬 既然选择了小冬 就要好好给你走心 大小姐 大小姐 你听我说 说什么 宋小冬和陈小营的事吗 是 我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好 我还哪有心思管他们 小辰 你怎么搞的 找来人就不知道把各种关系给我陈述清楚吗 今天要不是我在场 你怎么收场 对不起啊 李总 时间太赶了 有些关系的厉害 来不及弄明白 好了好了 这里不能完全怪你 下去吧 把剩下的事情赶紧给我处理清楚 是 你先相信 真是气死我了 老李 我听我女儿说 悠然没事 现在这个 是假的 你现在完全可以告诉你女儿 并且 我会把公司新的项目 交给他们两个一起做 小营啊 嗯 你有没有发现 翠奇悠然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是啊 我总觉得她哪怪怪的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悠然 是李总找的假的 假的 小营 你去干嘛呢 小营 你来了 这也不像真的呀 这世界上 真有这么像的人啊 我 我是李家的大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别装了你个假伙 我告诉你 以后我才是李家大小姐 以后你必须按照 我的方法去做 不然 你连这个假公主都没得做 我 我知道了 这是李总一会儿让咱们谈的合同 你先看一下 算了 像你这种乡下来的野丫头 也看不懂 爸 你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李总 你什么时候 让我做你的正气啊 等我扳倒了下家 就娶你进门 真的 那 既然都是一家人了 集团的股份 是不是有我的份 当然有 那你说我该给你多少呢 我要的也不多 整个集团的百分之十五 还有百分之五 给我的女儿 还有呢 还有 下家 下家应该有我的份吧 有 当然有你的份了 你真好 你怎么不让我 把整个公司都交给你打理呢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只不过是一个保姆而已 你还想一步登天 嗯 简直吃人做梦 李金 你做的那些够的 我可都知道 我提的条件 答应 虽然有人会答应 他们要 他们要于死往破 你这村姑还挺有本事啊 这企划是做的 大小姐 我大学学的就是工商贸易 一会儿和历大哨谈合作 谁主谁赐 你能懂吗 嗯 如果他的身份和你一样 我想 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 可惜啊 大小姐 她没对你做什么吧 没做什么 你来有什么事吗 大小姐 李总把小音的妈妈 怎么会 事情发生的全过程 我在门口都听到了 但是我只录下一部分 既然这样 只要把一切都告诉她 她应该会成为我们的助力 那需要我做什么呀 把证据交给我 我亲自去找她 想不到你们李氏集团还有这么专业的人士 就是不知道这份企划合同是哪一位做的呢 立大少爷 这份企划书是我做的 不知道你还满意吗 满意 当然满意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和你有些别的深入合作呢 立大少爷想要我 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吗 做得不错 等我以后当上李家的大小姐 你可能做不了李家大小姐 你 你个村姑你放开我 陈小莹 我告诉你 我就是李悠然 不可能 我妈早就收过 李悠然早就已经 早就已经死了是吧 比起我 你不如担心一下你妈妈 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别碰我妈妈 我再怎么样也不会对你妈下手 是我爸干的 不可能 我妈和李总那么多年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爸和我妈相处的日子就不久吗 有些事情 你没有必要再追查 想要证据 随时找我 我随时奉陪 不知道李总让我准备这份假合同 是为了什么 立少爷 我只不过想保证 我们之间能更好地合作 以及 试探一个人 试探一个人 不知道李总试探的事 这种事 还是不劳烦李少爷操心了 既然李总不想透露 那我就不多问了 当时李总 你女孩 什么时候嫁到立家 李总 陈小姐在外面也朝着要见你 李总 陈小姐在外面吵着要见你 立少爷 让您见笑了 您先回去 我让陈律师送走 好 李总 小营 我妈呢 你妈去外地帮我处理一件事情 过来你过来 我妈说 之前有个木雕放在你这 我是过来拿木雕的 木雕 你说的那个木雕 我一时半会儿 想不起来放那了 要不你过两天再来学 好的 李总 那我先去忙了 小陈 李总 你有什么风 小陈啊 这里面 是当时你谋害悠然的事情 李总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只是有个忙 我想让你帮我一下 李总 这可都是您吩咐的 我吩咐的又怎么样 你有证据吗 李总 你有什么要交代我做的 小陈啊 这件事情 只有我不知道 只要你 规规矩矩地帮我做事 我可以逮不了你 好的 李总 所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不管你是谁 是不是真的 把我妈妈遇害的证据给我 小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悠然 这件的事都是我的错 悠然 我求求你了 你把我妈妈遇害的证据给我吧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你先起来 只靠这些证据 我们是搬不倒它的 那我们怎么办 你听着 我们还是要像以前一样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那你怎么才能拿到那些证据 这个你以后就会知道了 你先帮我看着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好 大少爷 顶级黑客 Sara上线了 又是她 上次就是她黑掉了我们公司的防火墙 害得我损失了两千万 动用所有资源 一定要给我找到她 是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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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份合同你必须做好给我 要不然有你好看 小云 你这在做什么 李总 他是谁 我妈可都告诉我了 那你也不能这么使唤人家 小琴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可要告诉我 好的 李总 能为小姐办事 是俺的荣幸 可恶 就差一点就能找到她和丽夏的合同 没事的 以后还有机会 对不起少爷 我们还是没能找到Sara的详细定位 但能确定的是 她和我们在同一个城市 而且距离不会太远 同一个城市 有点意思 大小姐 你明天和丽夏二少爷的订婚宴 可定在了全市最大的一点 丽夏还真是舍得 李总威胁我 要除掉陈小爷 这件事 大小姐 大小姐 相处这么多年 我直到最近才发现 她是这么心狠手辣的人 她用什么手段威胁你 她手里 有我当年对你下手的视频录像 视频录像 这个好吧 交给我就好了 这些视频录像呢 都在加密硬盘里边 大小姐 你就别闹了 大小姐 您是怎么打开这加密硬盘的呀 这种技术 只有顶级黑客 Sara才能做到 陈律师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就是Sara 你 难道是 你 难道是 执事 参见会长 你是执事 那加密硬盘这么简单的事 你怎么会处理不了 其实这件事情 我早就处理好了 我只是想最后试探一下 您是不是Sara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我就是Sara的 从我第一次进你房间 看见那枚 蓝宝石人截至礼盒 我就怀疑 您 是Sara 您怎么不着急整个组织 来对付李总 以您的技术 完全可以让集团账面上的钱 瞬间消失的 如果我使用这种手段 和他又有什么区别 那您 需要我怎么配合你 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你那边顺其自然就行 只是李家 是个很大的隐患 你弟弟的婚事 你定的怎么样了 爸 这可是弟弟的终身大事 我怎么能给耽误了呢 那就好 到社后公司的股份 你和你弟弟平分吧 那是自然 爸 放心好了 我肯定是要让着弟弟的 唉 那我就放心了 你啊 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如果你是真傻 那咱爸为什么要把股份给你呢 如果你是假傻 那你就起来 跟我堂堂正正的争一次 哥 我怕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傻子 你告诉我 你 到底是不是一个傻子 你告诉我 告诉我 你是不是一个傻子 你是不是一个傻子 告诉我 一百串 你给我滚出去 你个死老头子 连个傻子 一定要护 来人 明天我弟弟的订婚宴 一定要给我弟弟一个惊喜 丽少爷 恭喜你 这是我们陆家家传人参 特赐拿来给您 这是某王家从子轩阁求来的玉佩 大少小呢 你们那算什么 我们宋家 带来了张大师的牡丹图 各位的心意我领 只是有件事情 还要拜托各位 丽少爷 你干嘛弄得这么客气啊 是吧 就是 丽少爷 不管什么事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们宋家 天涯海角都能办的 不过 不知道 丽少爷所说的是什么事呢 世界的顶级黑客Sara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吧 是那个 是全球保安系统 入无误的Sara吗 它不是消失很久了吗 是 就是各位所想的 那个Sara 前两天 我查到了它的IP地址 目前 就在本市 就在本市 对啊 夏家家主到 好你个利家 夏爷爷 您来了 叫你们家利老头出来 夏定山 你都这么年纪了 还出来乱咬人 李秋节 你还没入土呢 你留着这条老命 为你主持葬礼 你这个死老头子 再怎么说 你的孙女 还不是嫁给了我的儿子 你以为我现在是为什么 还不跪下 爸 我还知道我是你爸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爸 我这都是为了咱们夏家呀 谁才是夏家家主 是您 你给我听好了 我的孙女 宁可嫁给一个平头百姓 你绝不嫁给利家的人 夏定山 你把我利家当什么了 你今天要是敢退婚 你将成为 整个全城的笑柄 你将成为 整个全城的笑柄 哼 爸 我作为悠然的父亲 这个主我还是做得了 你敢 爸 你老了 有些事呢 还是交给我们就好 你 你 各位 我和你们利家结盟 这次奉上的诚意 应该够了吧 李叔叔 我看这些还远远不够吧 这是谁拍的 赶紧给我关了 李叔叔 你是怎么谋害夏阿姨的 这个上面可是清清楚楚 我妈妈的事 你不打算跟我讲清楚吗 我跟你有什么好讲的 有其母必有其女 就凭你也来敲我的竹缸 敲竹缸 你是怎么害死我母亲的 你敢跟大家交代一下吗 小陈啊 看来有些事情 得让你清楚清楚 老婆 你怎么摔倒了 老婆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老婆你别吓我 老婆 爸 他们拿这个东西威胁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呀 都看什么 都给我滚 有人 有人 有可能告诉外公 那天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人 你快告诉外公 那天 到底是什么情况 外公 那 那天 那天妈妈突然犯病 我和爸爸好不容易才按住他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这么说 我们都凑亏你罢了 这是一些关于我父亲的证据 一会儿你来 用电脑播放他 哎 万一 有意外怎么办 你倒是不傻嘛 如果有意外 你只要去找丽大少 说自己是Sara就够了 其他的事情 有我 小诚啊 这次做得不错 李总 是我该做的 让你做掉他吗 他为什么还在 他为什么还在 陈律师啊 后面的蓝坛子 还得麻烦你 记住 我不想再看到任何意外发生 是 悠然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 放心 我会随时给你提示的 不过 你不该来找我的 以后 快 打我 什么 打我 快 小秦啊 你们 怎么混到一起了 他说 我在宴会上 不该帮您这种人 还说 他随时会把我的身份 曝光给所有人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你永远是我们李家的大小姐 谁说了也不算 谢谢李总 小秦啊 但 你和李家的婚约 还没有作废呢 没看出来啊 我的乖儿子 出息了 竟然下了 这么大一盘棋 告诉你 只要我活着一天 李家就轮不到你做主 艾传啊 不是爸爸责怪你 等我走了 咱们李家 还是由你来掌舵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那个傻弟弟啊 心里 从来都只有那个傻子 陈小莹 你怎么来了 陈小莹 你怎么来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就是Sara 之前你追查我IP地址的时候 应该很清楚 我想 我们有笔生意要谈 哼 整个男士最新商业走向 我还要 你替我工作一个月 丽少爷 可真是贪心呢 让我冒这么大风险 就做这点事 也很合理吧 再加一条 在这个期间里 你必须无条件配合我 那前提是 你要让我看到成效 你之前要找的 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老道 等你弟弟 再找到合适的对象 这集团的分公司 都交给他了 爸 你凭什么 总是护着我弟啊 你还当真以为 我是老糊涂了 当年你弟弟 是怎么被你弄傻的 你以为 我还真的不知道 爸 爸 爸 我错了 我改 我一定改 我也知道 你不会悔改了 但 爸 你怎么就知道 我弟弟他不是装的呢 你走吧 这件事 好好地把它想明白 이거를事情 你不会跟恐ably 就是 太感兴趣了 了 没有 你是 没有 老糊涂 你的 你刚才就不该给我机会 你 我可是你亲爸呀 李北川 你要对家主做什么 有些话 我本不该讲 但是你做得太过分了 你不过就是我们利家的一条小可爱吧 从明天起 你也可以管 老爷对我有知遇之恩 你的所作所为 我全都要给你堵出来 你这个男人 没必要在这里叫嚣 现在的利家 我说了算 利大少 咱们两家的婚事 我看还是 怎么 李总打退糖果 不是那个想吞掉整个夏家的李总 我这不是没有利大少的魄力吗 还是不敢下手 是 利大少 明天我就把油燃送过来 这肉啊 味道不鲜 味道不鲜 加点佐料就好了 肉还是好肉 李总 李总舍得这么大手笔 江南江北两家公司都愿意拿出来 这不是给利大少 好吧 利家煮到贺吧 我干了 你随意 利家煮 合作愉快 利家煮 现在 陈小云是在你这儿 现在 陈小云是在你这儿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既然是 利家煮对我 我自然是不敢怎么样 如果利家煮能交到我这儿 我愿意把江东二十度过分 转让过去 不好意思啊 李总 我还是觉得这批生意 不太划算 没关系 利家煮 无伤大雅 我们还是 合作愉快 把陈小云给我跟上了 在没人跟着的时候 小星啊 有件事 叔叔还是要拜托你一下 李总 有什么您就直接吩咐就行 你还是要加剪利家 不过这次 你要帮叔叔 掌控整个利家的动向 这里面有五十万 事成之扣 还有五十万 谢谢李总 陈小姐 不好意思 这些 也都是你们计划的一环 可是我现在 已经没什么能帮助你们的了 我对黑客技术一窍不同 没关系 陈总 大小姐说了 以后的事 交给她来做 你母亲的仇 她给你报 如果还有机会 我希望我能和悠然做朋友 你们以后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尽管通知我 你这么多手下 一个大伙人都看不住 你干什么吃的 现在公司的安保系等坏了 谁来处理 少爷 我 我来 滚 是 大少爷 电脑 我还是懂一点的 只懂一点 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我以前在学校学过 可以让我试试吗 好了大少爷 你居然还有这手 大少爷 那我先去陪二少爷了 哥哥 悠然姐姐在咱们家 翻了好多文件 你知道吗 那 这个糖 这是他给我买的 好 你做得很好 来人 大少爷 把家里面的监控 全部给我开起来 我要无时无刻 知道家里面的情况 是 明白 以后悠然姐姐有什么情况 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真乖 真乖 我 我 我 悠然 在我家找到什么没有 大少爷 您在说什么 吕悠然啊 吕悠然 到底是谁派你来我们丽家的 悠然 在我们家找到什么没有 大少爷 您在说什么 吕悠然啊 吕悠然 到底是谁派你来我们丽家的 是 是我爸 李总还真是 卖个女儿来当间谍 李大少爷 求你不要告诉我爸 不然我爸会打死我的 不告诉他也行 只是 你考不考虑 做我的女人 李大少爷 我已经是二少爷的人了 那又怎样 现在我才是李家家主 要怎样 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大少爷请辞住 我先去找二少爷了 来人 大少爷 请好好给我查查李庆 有任何情报 随时来汇报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保护姐姐呢 姐姐 我会保护你的 我告诉你哦 我哥和李叔叔有个协议呢 你是说 你哥哥和我爸爸有过交易 但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 你确定你没有听错 我没有听错 哥哥说他们有的 好 我明白了 姐姐 你明白什么了 姐姐呢 有一个小任务要交给你 好不好呀 好 好呀 帮我找一个合同 姐姐 我知道那个合同在哪 走 我带你去找他 我要是跟你哥哥翻脸 你会恨我吗 不会的 姐姐 姐姐还给我买糖吃 你姐姐最好了 李总 您要的东西 安安找到了 下面 我汇报一下 近期的工作 关于你的 悠然 有件事 我很久以前就想告诉你了 各位 有件事情我要宣布一下 李悠然 我喜欢你 不 我知道 你可能对我有很多误解 但是我愿意用我的一切 来告诉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所有困难 就算全世界的人 都对我指指点点 我也不在乎 李大少爷 你对那些合同 欠的可真是触目惊心 你告诉我 是不是他帮你找的 哥 你要干什么 哥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哥 你想要什么 我要什么 我要你一直在我身边 你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他可是你弟弟 你这是要做什么 亲弟弟又怎么样 我要的是整个利家的权利 在这件事上 什么都可以让步 包括你 你们这些男人可真是有趣 嘴上说的喜欢全部作数 我算什么 把我当场利益交换的工具吗 那又怎么样 是 我是不能怎么样 我妥协 你把他放了 姐姐 没事 有我 如果我也能像你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 你就安安心心地做你的傻少爷 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 陈律师 给组织的所有人发一份加密邮件 告诉他们 我回来了 什么人 是我 阿少爷 你 你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傻子吗 全家人 倒是一点都没看出来 也从来没有怀疑过 十七岁那年 那场车祸 从小陪我到大的师父死在我面前 他临死前 让我忍 我忍了八年 这笔账 得算清楚 当着我的面 羞辱了我无数次 当着我的面 对我爸动手 这笔账我也要算 您 您的计划是 我的计划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 欠我这么多年 总要有人 给我个交代 二少爷 你就不怕世人 议论你 瞧不起你吗 事成之后 利家所有的权力 就在我一人之手 我要做什么 我不做什么 不会被别人 瞧得起 瞧不起 我做了这么多年 别人的手中刀 今天 我要做一次 持刀神 是的 这个家 要变天了 李总 合同上写得很明确 那只是你们 李家的一厢情愿 在我看来 我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些事 清楚得很 李总 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呢 前两天 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答应什么 你说清楚 这种事情 不应该我们来决定 应该让法律来采决 那就走法律程序 我也想让大家看看 到底有我们理想 怕不怕有理想 好 那我们法庭上见 你给我等着 阿少爷 你找我 我命令你私底下训练的那些人 准备的怎么样 随时可以接受李家的安保 大哥 不知道这份惊喜 你满意不满意 用李家的IP 把李家近十年所有的账目 全部调出来 第一道防护墙已突破 第二道防护墙已突破 正在增设新的自网野马 给他们的网络安保 反向加两道防护墙 让他们查自己的数据 都要费尽线 接服务线 李少爷 不好了 有人在攻击我们的防护墙 什么人 敢对我李氏集团动手 看样子 应该是李家动手 我们应该怎么办 看来也是时候 跟李静摊牌了 阿少爷 给 李家的数据 是不是已经全部展现在 李游然面前了 是的 那我就帮他 加最后一把火 各位 我决定从今天起 李家和李家 断绝所有商业往来 他疯了吗 夏家和李家 本就是一家 是啊 大少爷 你也知道 李总最近拿下了 山河成剑的项目 这件事 你要三思啊 现在我才是 李家的画室人 所有后果 由我一人承担 我知道这样做 可能会产生 很多不好的后果 但 你能代表 整个李家吗 你没事 大哥 拜你所赐 我能有什么事 各位 目前二少爷 有李家 百分之六十的项目 大哥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代表 整个李家 但是我 能说了算 二少爷 不是傻子 这怎么可能 他看起来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你终于恢复 你的真面目了 二弟 这么多年 真是委屈 你装成了傻子 现在看来 还真不知道 谁才是那个傻子 我从来不是 你们所认识的 那个傻子 大哥 斩草要出根呢 你该不会认为 我会和你犯 一样的错误吧 你终于准备好了 那我们开始吧 二弟 准备什么 我会给你一切 你想要的东西 你已经没有任何 翻牌的机会了 你可不要想 做什么手脚 你想上位 那就让我推你 最后一拉 我 利家现任家主 在此宣布 将所有利家权力 交到我弟弟手里 我再重申一遍 从现在开始 我 将再也不会出现在 公众面前 这是你 亏欠你的 哥还给你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会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会 够吗 够吗 够了 今后 我只想好好陪着爸 李家的事情 我不会再过万 爸 真是委屈你了 都变成这样了 还得最后再帮我一次吗 陈律师 你找我 今天利家 已经不再是利大少做主了 利老爷子醒了 确实是有人醒了 但不是利老爷子 是二少爷 什么 二少爷 什么 二少爷 二少爷其实 一直在装傻 昨天 他已经接管了整个利家 优然 你来做什么 我装傻子这么多年 只有你是一个 唯一真心对我的人 我爱你 优然 你说什么 我说我爱你 你爱我什么 你爱我是个傻子 从一开始就被你当成妻子一样操作 不是的 事情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 从一开始 到现在 你一直就是很清醒的 你从来就不是一个傻子 对吧 是 但是 但我只是为了自保呀 自保就可以把我算起到你的计划里 自保就可以无视别人的感情 自保就可以把人操纵在鼓掌之间吗 我不能接受你的爱 优然 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的 我决定了 陈律师 大小姐 您决定了什么 陈律师 为了保住我妈的命 我要你把我母亲带出来 带出来 大小姐 你要把夏总带到哪儿去啊 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处理好 你没必要把夏总带走 从今天起 这些都由你来打理 等我治好我母亲的病 我要让我父亲 失去所有的一切 大小姐 你 没什么 这就是我的决定 等我回来 当年伤害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疯过 灵心上立大少了吗 他并不愿意 与我们合作 他暗地里动的手脚还少吗 他不想早动手 那我就 推他一把 有些事 你真不打算给我些交代 该处理的 我都已经处理掉了 我还有什么 可交代的呢 夏晨呢 他去哪里了 李总放心 夏总现在很好 如果您想让他出现 他自然会出现 如果您想让他消失 我就会让他 永远消失 你不知道他背后 是整个夏家吗 还有那个女孩呢 要消失 当然是一起消失 陈律啊陈律啊 陈律快跟了我这么久 你怎么敢 李总 别着急 别着急 好 很好 女子 那你说我现在敢不敢 啊 二少爷 李小姐叫我和您对接些事情 二少爷 以后再见不到我们家大小姐了 一切都由我来打理 什么 永远走了 他去哪了 不好意思 二少爷 恕我 无可奉告 我要去找到他 你真的 这么喜欢我们家大小姐吗 我知道你知道他在哪里 大小姐 早就离开男士了 他 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真的离开了 是的 二少爷 真的离开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呀 可是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他 其实大小姐离开的时候 我一直派人暗中跟着 如果 告诉我 他在哪 你也知道 我是个生意人 好 说吧 你要多少 我要的不是钱 我要的是 利家在华东的市场 好 我答应你 好 合作愉快 大少爷 我这邮逼买卖 不知道您 有没有兴致啊 陈律师 我都已经是个废人了 找我又有什么事 利大少啊 有些事情 你肯定不甘心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拿到了利家 在华东的整个市场 而且 把你弟弟 已经支开了 这可是你 重新入主利家的 最好时期 陈律师 有件事 你要帮我做一下 利大少 您是想 当然了 整个利家 还是得由我掌握 这就对了嘛 但是 你又有什么筹码呢 我父亲 就是我最大的筹码 利大少 你知道你跟你弟弟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什么 他有心 但是没心才好 做生意吗 尤其是没良心 陈律师 我知道 法律上的事情 你最熟悉了 就交给你了 利大少 多少 给我一些保证 我不在的时候 整个利家 不能有任何问题 尤其是看好我哥哥 是 二少爷 如果有重大角色的话 如果真有什么事 就打我私人电话 是 二少爷 妈 你一定要好起来 你一定要好起来 这份活动 拿去给利家的所有长辈签字画样 具体怎么做 就不用我交代了 是 悠然 我说过 我们还会再见面 师傅 咱们村最近 有没有什么外来人 没见过 我们村多久没来外人了 好 谢谢啊 那个女孩 叫什么李来着 在那边 这是肩腹的药 回去要用砂锅 先用大火煮开 然后再转小火 然后慢慢地喂 如果实在不会的话 交给我 我帮你弄 她怎么会这样 傻子看病不要钱 傻子看病不要钱 医生 我这磕不得劲了 你看 我这咋弄啊 行 跟我进来吧 坐吧 医生 你说 俺这病 莫啥事吧 小事 扎两针就好了 按量服用 很快就会好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凭什么把我的病人全抢走 你的病已经基本痊愈了 扶完这一副药就好了 小婉 你得想个办法 咱不能让他把病人都抢走 你说一个医馆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怎么说 治病救人 那要是他们的药 吃死人了怎么办 对啊 你还真聪明 我知道该怎么做 咱们要让李佑然知道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这是第一步治疗 等一下加大火力 这 第一步才 有些人啊 扛不住可以下来 没必要一直待在上面 没事 扛得住 二少爷 那再坚持一下哦 这才刚开始 好 我能坚持 佑然 你 你认出我了 你当我是傻子 你那一口不知道哪来的方言 能骗得了谁 你能骗得过你大哥 真是个奇迹 好了 二少爷 我决定的事 是很难改变的 你先下来吧 今天就到这儿 优人 我 我错了 我不敢了 别拿针扎我了 这是最后一项考验 你准备好了吗 只要能让你消气 我做什么都愿意 行 那你把手伸进去吧 二少爷 你为了我这么做 值得吗 为了你 十遍 百遍 千遍万遍 都值得 万一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怎么办 行了 别装了 快起来吧 和少爷 任你捐好了吗 咱村里不有个傻子吗 家里就那一个姐姐 咱把柳然的药掺点东西 喂给她吃 让她姐去闹 怎样 好 这次肯定着的身败名利 滚出我们村子 啊 到 哥哥 吃糖 来人呐 出事了 吃药吃死人了 哎 来人呐 你醒了 柳然 柳然 你问过我 我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我可以回答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从我见你第一眼 我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那个时候 我假装自己是个傻子 你那可不想装的 我是真心的 我承认 我对你隐藏了我自己真实的身份 但是我对你的爱 从未隐藏 我爱你 这就是我心里最真实的感受 我相信你 你的真心 我可以感受到 柳然 你原谅我了 傻瓜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傻瓜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我去办办 黑心医馆把我弟弟撑死了 大家快来看哪 黑心医馆把我弟弟撑死了 你别着急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不叫黑心医馆 还把他给我治死了 咱们有什么事 咱们慢慢说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就让你们给治死了 这不是白傻子的姐姐吗 在这干嘛呀 这不是这医馆 把这傻子给治死了吗 可不是吗 真黑心 大家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我可以肯定 我用的药都是精心调配的 而且剂量都是准确的 而且 你不记得给他看过病 这是不是你干的药 这是不是你干的药 我可以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咱们不能就此定论呢 你相信我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 最权威的药师 给你弟弟来检查的 我会找出真相 你相信我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 最权威的药师 给你弟弟来检查的 我会找出真相的 你能找出真相 我会找出真相的 他们都是骗你的 等你走了 他们就把你弟弟的尸体给烧了 我不相信你们 我不相信你们 我帮你请省里有名的大医生 到底怎么样 咱厕厕就知道 好啊 那我们来试试吧 我想请您过来看一下 里面有一种药品 我怀疑它有问题 什么问题 您过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是真的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还不是您一句话的句话 这位 是省里有名的隐医生 我看你俩怎么死 这药有很大问题 我要深入最研究 我都是根据患者的病情 精心配置的 哪里有问题 你说明白 哪里有问题 你说明白 悠然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我相信你 你绝对不会做出害人的事情 谢谢 铁证如山 怎么不能让这两个庸医跑了 兄弟们 把他俩绑起来 都给我住手 怎么 你们这死 还想跟我嘴 怎么 你连五分钟 都不愿意给我是吗 你们是着急报仇 还是着急定罪 行 就给你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要是没个说法 我看你们怎么办 我要这个人的所有信息 他不会查到真实身份 就凭发送 李文成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你不是省内外有名的隐医生吗 怎么 您的真实身份 需不需要 我在大庭广中公布一下 怎么 您的真实身份 需不需要 我在大庭广中公布一下 别走啊 咱们有事慢慢说 你 你把他做什么 怎么人多 只要把他做掉 神不知鬼不觉 神知道我这里都破事 小子 要怪 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 上 怎么 被拆穿了 就想杀人灭口 李文成 你师父在赶来的路上 你要是想在这个圈子里面混的话 我劝你 把这些人 赶紧跟我弄出去 只要我动作速度够快 就算我师父来了 我也怕什么 来人 我给过你们机会 你们不中用啊 怎么 你们自己害了人了 现在想杀人灭口 你这颠倒是非的能力 可真行啊 逆土 谁让你来的 师 师父 真丢师父的脸 诸位 请给我胡某人一个面子 如我先看看他的验和药 凭什么让你看 你算什么 凭什么 凭整个大象 在用针和式样方面 我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这真的是医神 神圈的手笔啊 你难道 莫非真的是大象的神医 请说胡某人一半 不敢的 有什么话起来说吧 你们就是串通好的 什么神医啊 哎呀 别说了 逆土 你居然和这种人勾结在一起 这件事情 我也是等回去以后 给你好好的算成 师父 都是他 他给我二十万的 李悠然 人是你知死他 你还在这嘴硬 我关你是谁呢 悠然 你放心 有我在 你不必担心 你在这里面 用了多少手段 你真当我一点都不知道 要不我们就去找一个最权威的医疗机构 看看谁心里才有鬼 好啊 人是你们这子 我担心什么 我用我们历史作为担保 如果我们输了 我拿出两百万给你 此话当真 此话当真 大少爷 你已经不再是立家家主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 睁大你的眼睛 给我看清楚 这是什么 这 这不可能 老爷明明还在昏迷 那就不劳你费心了 带走 是 你要干什么 走 放给我 弟弟 斩草要除根 你说 你怎么就不长记性 听说我弟弟已经找到李又然了 对啊 我知道 陈律师有对应方案了 回来就是嘛 能怎样啊 这样可不行 要不然 我直接派人 我都已经计划好了 我能给你提供足够的帮助 把你弟弟弟妹都送进情域 说吧 这次 你又想要什么 我这个人呢 也不胆 我这次 只要你们立家的 法务授权 只要你能把他们两个送进去 我们立家的法务授权 就交给你了 合作愉快 李又然把你折腾成这样 你就没有想过要报复吗 当然想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另外给你家人 多加五十万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说吧 尽管吩咐 我需要做什么 他不是 还留下一份药吗 各位 辛苦辛苦 我们花样过了 里面有两种药物成分 有待考证 这里面的两个药 硬了十八反 我都不该怎么下药 是啊 这两个药 药心太猛 用极了 恐怕真会有心灵危险 既然这个药 真的可能可以有问题 那它到底有没有问题 可不就是 咱们说了算 我们检测过 这两个药 确实有问题 就是 你们治疗的病人 突然就死了 这不摆明有问题吗 我的药方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每一剂药方 都是经过我精心调配的 调配 人家大师都说了 你用的药 有问题 那你们知道吗 大厦有一本医书 叫做《无极医经》 这本书 只有华夏医神神雀才有 我就说 看这两副药 这么书信 什么神医 药有问题 人治死了 他就要偿命 人治死了 他就要偿命 神雀大人 你的药 我不敢质疑 这两副药 硬了十八反 但最基本的问题 不是这两副药 你要证据没证据 要人证没人证 你觉得你自己还会赢是吗 你要证据是吧 要人证是吧 都是你们逼我的 看来这两副药 确实是有问题 再这么说 这也是当人命啊 各位 他刚才吞下的药渣 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使用 是不会有任何危害的 你看 放心 我会治好他的 那你们先出去吧 还有你 我 不然嘞 我们先前找的大夫 已经如期自杀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有可能会被大小姐给治好 没关系 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大少 不管救得过来 还是救不过来 都告诉他已经救过来 是 是 是你救了我 回去吧 你家人肯定担心你了 什么 没想到李悠然还有这一声 来人哪 从宝贝药里给我选几个身手好的 要快 是 就给我吃这个 你这么久没回来 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呀 家里都没有钱了 借不开锅了 就这 你爱吃不吃 不是 那陈律师这 可没来送过钱 钱 什么钱 我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见过 不会 又去哪儿啊你 有人救过你的命你知道吧 你现在来 又想干什么 你们误会了 其实这次来 就是要把一切都讲清楚 李小姐 其实这一切都是 立下办事 无关人都滚开 立下办事 无关人都滚开 又人 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 我知道和你没有关系 现在整个立家 能调控这些人的 也就只剩下你哥哥了 真没想到 我哥哥竟然还能翻身 你们立家人 一个比一个残忍 走吧 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爸 好久不见 这么多年 我积累了这么多资源 不应该 立家现在掌权的是二少爷 你大概是用不上了 这些年 你打点夏家的关系 这些年 你打点夏家的关系 好啊 好 真不愧是我的女儿 手段比起我 真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你的权力 你的财富 你这些年 才在我妈肩膀上 拿到的一件 全都该还回来了 你身边的 你身边的每个人都不能相信 这场大戏都是陈丽石一手操板 你觉得 你觉得 你身边 谁对你才是真 你寻致了吗 你别人量 我妈肩膀上 我妈肩膀上 自己肯致 趴着死的 陈律师 丽家是怎么回事 在你不在的时候 丽家目前是大少爷长军 怎么可能 他哪拿的这种本事 他确实是没这种本事 但是我帮了他 你 当然了 我从他手里拿到了整个华北市场 还有整个丽家的法务台版区 我看你越来越陌生 大小姐 毕竟人不畏及 承出地面吗 相互领解写 那把你手里的股份都交出来 光是丽家华北的市场 就够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了 不 我要的呀 远远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你的股份 我也不会还给你 大小姐请回吧 从今天起给我加强老扎的安保 一只蚂蚁也不许放进去 是 怎么 陈律师跟我抱很熟吗 没有 可能是老爷子觉得 像他某个故人 我已经快要找回整个丽家了 你不需要再和我哪个不成器的弟弟混在一起了 选择我还是最理智的 你不需要再和我哪个不成器的弟弟混在一起了 我之所以选择他 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而是因为他的人 如果你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那你就让我把丽老爷子带走 让你把我爸带走 那我还怎么控制整个丽家 我说过了 我爸要平平安安 长命百岁的 看着我是怎么把我弟争垮的 既然如此 那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好 既然你这么 那我就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我们走着瞧 以后再见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等等 究竟是谁 一直在暗中给你情报 帮你对付我们的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凭你喜欢我 究竟是谁 一直在暗中给你情报 帮你对付我们的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凭你喜欢我 够了吗 悠然 这是我最后一次因为你妥协了 是陈律师 刚才你大哥来找我了 他来找你干什么 跟我表白 那你有没有答应他 对 我答应他了 而且 我没明天就灵症 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呀 我只是问他 是谁一直在帮他 是谁啊 陈律师 陈律师 之前 他一直都在帮我 他告诉我 你在哪呢 大少爷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现在立家里家 都在我们掌控之处 收拾他们 可是我还是担心 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幽容夸落 妇人之身 既然这样 我就自己多受 陈律师 我们聊聊吧 李小姐 有何贵干呢 什么知欲知恩 我妈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律师 应该是 下面是贵人多往事 应该不止跟我们家有关系吧 和立家也有关系吧 大小姐还是聪明 但是有些事情 你知道的月事 说不定 我还能放你 但是有些事情 你知道的月事 说不定 我还能放你 硬和你连我也待见 我要知道真相 你应该回去 好好问问你的母亲夏子 有没有告诉我 妹妹 把夏家和李家 都给我监控去 我要随时掌握他们的东西 这么多女的场 该好好算一算 妈 你是不是 还有个妹妹 确实 我有个妹妹 你是不是还有个妹妹 确实 我有个妹妹 不过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她因为爱情 抽混了头 竟然私自和李家的 一个管家在一起 后来就被你外公 赶出了家门 李家也不承认这桩婚事 再后来的事情 我就真的不知道 妈 我知道了 对了 妈 你觉得陈律师 跟我小姨像不像 你别说 还真是 妈 你等我一下 喂 你们李家 是不是有个老管家 是有啊 这和陈律师 有什么关系 你别管了 明天来我家一趟 我要找到你们 李家的老管家 但是 所有事情 以及他现在在哪 只有我爸知道了 但是 所有事情 以及他现在在哪 只有我爸知道了 找到了 这是你父亲 现在的位置 这里是 我们李家的老宅 这样 我们分头行动 我去准备药材 你带人 不用带人了 你不怕他对你动手吗 我哥竟然选择在这里 说明他对我 和我爸 很有感情 你就这么自信 我愿意再赌一次 哥 我想 咱俩可以坐下来谈谈 谈什么 我都已经放过你了 为什么要自己送上门 因为你是我哥 你走吧 我就当你今天没来过 你还记得吗 咱俩小时候 老是在这玩 你坐在这 我坐在这 咱爸就坐在这床头 咱们家一直看中的是亲情 但是你一直看中的是权利 以至于你忘了这一切 哥 你真的忍心 看着咱爸 就这么躺下去吗 你知不知道 你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愿意 让悠然治咱爸的话 我可以带着他净身出户 你家所有的一切 我可以全部交给你 看你真是疯了 交出权利 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我不在乎 至少我还有你们 哥 我求你了 你赢了 爸就在后院 带他走吧 谢谢哥 谢谢 利大手他真是个废物 有些事 看来还得我亲自动手啊 李医生 谢谢您 应该的 利老 有件事我想问你 利家之前 是不是有一个老管家 早些年 利家 是有一个老管家 他有一个得病的妻子 他来利家 求助我们 希望能借钱给他 帮助他治疗妻子 但是 我 没有给他钱 我知道 这对他们 是一场 致命的打击 因为 没有足够的钱 他的妻子 随后 引领事实 我知道 我犯了错误 我没有机会 来弥补自己 所犯的错误 但是 我可以把他们 原来的住址 告诉你 你 兴许能找到他们 帮助他们 做点事 现在带人去趟利家和夏家 所有的事 按我一开始吩咐的做 是 救救我老婆 救救我老婆 救救我 你先起来 救救我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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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悠然 你干什么 陈灵师这么对我们 你疯了 不管他怎么对我们 这是他父亲 和他没关系 可是 就算是他又怎么样 我是医生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先躺下 你在哪儿 我在你父亲家里 你应该看到我父亲了吧 这就是你们对我父母所做的一切的结果 你母亲和利家老爷子都在我手里 你如果还想见到他们 就照我说的去做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回来的时候 我爸被人带走了 我哥也被人打了 立大少爷 好久不见了 陈律师 你来做什么 我来专程请老爷子 去我们做 我爸他还在恢复期 所以 你还请回吧 你只要把你父亲交出来 我保证你利家家住 你开出的条件 确实很诱人 不过呢 我对这些东西 早就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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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扯 枪 对了 告诉有人 我等着他 陈律师 你究竟要什么 我要什么 来我家老人面的 这该怎么办 没事的 月轮 我们遇到问题 就一起扛 她无非就是要个交代 我们给她就好了 这该怎么给啊 说起来 她也是我哥哥 你哥哥 她的母亲 是我小姨 那就是说 她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报仇 二位 听准时吗 你们也看到了 我这里有两个人 但是 我只会放一个 该怎么决定 你们自己选择 都是我们至亲至爱的人 你让我怎么选 你们还知道至亲至爱啊 像你们这种大家族 还知道什么是至亲至爱吗 都得你自我活的 不是你们丽家吗 妇女反目的 不是你们夏家吗 满嘴的人义道德 一肚子的男刀女唱 这选择的确很难办 要不 两个都别救了 陈律师 那好 两个都别救了 陈律师 你有什么冲着我来 对着我们家人算什么 你们对鸽子的家里人 膝子手乱过吗 还真有脸跟我说这种话 小伙子 我看你这么眼熟 是不是我们两家 有什么故交 你看我眼熟啊 那我问你 你认识一个叫 丽秋阳的人吗 你是秋阳的儿子 你记性正好 这么多年 你还记得呢 当年的事 我是有责任 都听听 多有担当啊 让我走吧 他们还年轻 他们还有未来 我老了 我早该知道了 但 你妈怎么样了 这么多年 我挺想念她的 当年我妈不是没有找过你 你有理过她吗 你们谁都不是害怕 给自己脸上抹黑 你们谁不是事不关系 天天刚刚挂起 如果你们两家当年 稍微有点承担此 我妈就不会死 我爸也不会疯 既然这样 那你就去给我妈 道歉吧 我们错了 我错了 如果 我能早一点明白 我一定会阻止这一切的 我对不起程律师 我对不起你 但 我记得当年 我给过你妈十万呢 不应该啊 要是你给了我妈十万 我妈会死吗 我真的 我真的给了 如果你们觉得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我报应做什么 是 那你们亲自下地位 给我妈道歉 不要 我不用 妈 给你们家人们 说再见吧 不能 儿子 你母亲在天之灵 也不愿看到你这样的 让我们 来结束这一切 是我害了你 害了你的母亲 夏家的丽家 知道咱们家的处境以后 给了咱们家一些帮助 可是 我贪图一夜宝负 把所有的钱 都带进了赌场 希望赢更多的钱 可是 赌场啊 输多赢少 最后 欠下了一堆的债 我知道你母亲病重以后 需要很多的钱 可是我 已经一无所有了 无力再支付医疗费了 我 我是真的 你说的不是真的 都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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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家 面对着你的疑问 我没有勇气 告诉你真相 你识别变了一个谎言 告诉你 是夏家 和丽家 害死了你的母亲 没想到 你这些年 遭受了这么多的苦 活的这么痛苦 都是我的错呀 不是真的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都是他们的错 小小姐 厉老爷子 请不要为难我的儿子 他被仇恨重昏了头脑 你 爸 爸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我坚持了这么久 就为了报仇 真是个笑 都是个笑话 有些战 你要是好好活着 这会还完吧 小话 已经好很多了 友人 谢谢你 正不知道 该叫你陈律师 还是哥哥 我 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关系的 只要误会解开就好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那可不 要是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我可来不及救你 之前的事 之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爸呢 他现在怎么样 放心吧你 悠然他可是大夏 有名的神医 你爸 当然被悠然治好了 就在隔壁病房 大小姐 大小姐 不好了 二少爷他 你急什么 他怎么了 二少爷他出这祸了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走走走 这边 他人呢 怎么不送医院 带我来这干什么 他伤得很重 救护车正在路上 我先带你们进去 快 二少爷 我今天在众人面前 向你 李悠然表白 我爱你 我希望你 能成为我的伴侣 与我共度一生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成为你的妻子 我也爱你 我愿意陪伴你 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扩影瞬 你是一个人的 我每个人都繁ißt 空间的 我希望你可否认 達竞� laughing 一箱 蜂 zero 你要mez 有护订 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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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獄 地獄 新鴻 新鴻 新鴻